只是說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這過去二十年來的一個心得 那我的題目是從藝術到宗教的民俗之路 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在這條路上面走 那為什麼會定這個題目 我覺得它是跟我自己的出生背景有關係 我跟四位老師一樣 大學時代是念美術的 那後來走向這個宗教跟民俗的研究之路 一方面是跟自己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成長背景有關係 這樣自己在大學時代的藝術的訓練 在後來走向宗教藝術這條路 那我們就知道 如果如果有興趣研究宗教藝術就知道 不管是宗教藝術或是宗教美術 它是一個跨領域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藝術這個方面 因為在我長期的那個研究的那個心得就是說 在傳統漢人社會裡面 那個像藝術這一類的手段 尤其是藝術美術或音樂 這方面的那個手段最主要的它的目的 就是如果是在宗教領域最快來講 它就是為了要呈現所謂的宗教的意涵 因為畢竟過去在鄉民社會的時候 鄉民你們知道 就是大部分文字訓練還不夠的時候 能夠閱讀經典的並不是很多 所以過去的所有的那個宗教藝術 所有的宗教藝禮 就比較淺顯的那個宗教藝禮 除了宗教哲學之外 都必須要靠藝術手段來呈現 所以如果是在宗教藝術這個行 當然宗教藝術這個範疇 那個 它那個是非常複雜的 諸位有興趣的話可以 參考我十年前一本著作 台灣傳統宗教藝術 那裡面是各領域幾乎都有 這是為了要呈現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給那個 呃 呃 我的那個 呃 台灣藝術大學那個傳統統一系的 做一個教材 齁 那裡面齁 那個 序文齁 那個 李鳳凰老師曾經幫 幫我寫了一本序文裡面有 交代到宗教藝術之間的那個關聯齁 齁 他的那個關聯是 呃 等於就是說 他是非常複雜齁 齁 那如果是以宗教為本位來講 齁 其實在這裡呢 就藝術就變成一個手段 要呈現功 呈現藝術 呈呈現宗教藝禮的一個手段 齁 齁 各位齁大家都知道齁台灣 和人社會 一個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呃 廟很多 齁這個全世界有齁 齁 那如果是大家到大廟去看齁 比較規模比較大的廟來看齁 裡面的藝術是非常豐富的 齁 那靜態的包括寺廟的各式各樣的裝飾 齁 齁 也就是年齁的到所謂的 呃 齁 窗 呃 移律 捲 跟我們傳統制度化宗教或佛道 比如說佛道、基督宗教之類的 並不是很能夠一致 但是基本上來講它還是屬於 宗教玉琳那個範疇裡面 所以後來 為了 我為了能夠深入研究宗教藝術這個範疇裡面 自然而然就必須要跨入到那個宗教 宗教的範圍裡面 再加上因為我小時候的成長背景 我是在一個很傳統的漢人鄉下 漢人家庭 我住南投 一個漢人家庭裡面長大 那這種漢人家庭的一個日常的生活 除了十一住庭之外最大的一個活動 最大的重心就是信仰活動 那他們那種信仰活動是比較生活化的 信仰活動簡單一點來講就是拜拜 像我母親在家裡一年至早要拜三十次 除了重要的過年過節之外 一個月至少要兩次 這個初一十五要靠上五銀兵將 所以那個 在這種情景之下 耳目然 再加上鄉下地區 很重視那個年度的那個祖神慶 祖神的那個慶旦 所以都必須要舉辦很 當然不會是很盛大鄉下地方 不過也是對我們鄉下地區的那個日常生活來講 是一個所謂的非常性的那個生活 那個非常性生活 這個要斷進去 非常性的生活 就是不是平常的 就是讓那個生活有點節奏 所以基本上來講那種看廟會 然後到廟城裡面看戲 然後看鎮頭 這個是我從小生活一個部分 所以在這種生活背景到後來整個 研究宗教藝術的那個過程裡面 還有一點就是我從小是在廟裡面長大的 都是在廟裡面玩耍 甚至有時候還跑到廟裡面去做功課 所以 那個在這種成長背景之下自然而然 到後來就踏上這條路 那鄉下生因為 我們知道那個研究 研究之路 或是說做田野之路 不管你抱了什麼樣的一個心情 最終 最重要的是 還是一樣 要秉持一個信仰的心 我想在這裏有法師就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相信你自己的研究之路 或是說探索之路 我不敢講我是研究之路 我是探索之路 它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向 然後因為有這個信仰 才有辦法有所謂的持續的熱情存在 所以 這是一條對我來講是一條不歸之路 我大概會 我本來之前 我今年55 那個7歲55 剛過 本來之前是講說 跑到50歲 我就很累了 那個年紀大了 大家都知道 那個上了年紀之後 在體力或精神上面會有一些限制 本來講說50歲之後 盡量就不要再跑外面的田野 有時候那個 所以 跑田野也是非正常生活 那個 我一個 以前那個北一大學妹 他寫了一篇論文叫做 反常生活 因為 在田野裡面 大家如果去過就知道 那個 那個 不管是飲食啊 睡眠啊 都是反常的 那 本來講說 從此以後 這個 就外面的那個 田野工作 盡量 減低 後來發現 當我沒有在同路田野的時候 我每天坐在家裡 就好像宅男一樣 在家上 現在 上了50歲之後 眼睛越來越花 那個閱讀資料 沒辦法閱讀很久 那就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生氣 然後到了那個田野 整個人的那個 那個生命就好像又重新再活過來一樣 所以 基本上來講 那個 你們如果接觸過 長期做田野的人都知道 他那種精神 你說你叫他長期坐在那個 所謂的那個研究室裡面 他是很難忍受的 畢竟 desk wall 跟fuel wall 是完全不同一個性質 不過 基本上來講 如果要做研究 要做探索 兩個還是必須要 相互相成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 我今天 這個 這個報告 來跟大家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是 我簡單跟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整個生命的那個歷程 為什麼會從小 從事這條路 就是 我是真的是 充滿驚奇 轉折一個半生旅程 其實 我的經歷是非常 對一般人來講 是比較特別的 我 18歲到 30歲 這12年 人生最精華的12年 我是在軍隊裡面 那個 因為我是念 正在學校美術系畢業的 因為那個是家軍的關係 所以我才跑去念軍校 所以 在整個12年裡面來講 那個 我常常講說 在 現在可能比較有改變 在傳統的那個 如果是在20年前的那個 台灣那個社會裡面來講 有 兩種團體 在台灣來講 有兩種團體 你是沒有辦法選擇你的工作 跟選擇你的 要去工作的地方 一個就是軍隊 一個是監獄 所以這兩個團體的文化 文化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那 除非 除非有一個 除非有一個 比較特例的 很少數的特例 就是說 你有強力的那個背景 所以我們在 我記得我在軍校 三年幾的時候 有一年到 鳳山的步兵學校去受訓 受那個蜀局訓練 大家放逐假的時候 我們軍校 甚至要受蜀局訓練 那我們有一個學長在 在當教官 在休息的時候跟我們講 跟我們閒聊 他說 各位學弟 我給你們一個建議 各位你們就要畢業了 您如果想要在軍中這裡面 這個團體裡面 好的發展 我建議你們 要一個好爸爸 那你如果沒有一個好辦法 趕快去找一個 所以我有一個同學 一畢業以後找一個 就找一個好岳父 一路 我們都在外面 當那個基層幹部 他就坐在辦公室裡面 吹冷氣 大概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的前半生 大概四歲之前 在三十歲之前 也是在軍裡生涯裡面 對我的身心的訓練 不管是痛苦也好 它是非常大的 不過那個時候 其實最大的一個矛盾在哪裡 就是軍隊這個文化 跟藝術之間的衝突 我們知道 如果大家有接觸藝術 或是 我跟你講 四位老師非常清楚 藝術是非常理想性的 非常個人性的 非常個人的表達 可是軍隊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嚴格限制你的個人性 有個人思想 所以我只能安慰自己說 透過這個機會 我來鍛鍊我的身心 所以我在這十二年來 幾乎見過那些所謂的大風大浪 那對 比如說 有些軍官 現在可能比較好一點 我們過去那個時候 他是不把他的部署當人看的 甚至我們有一個老闆 他說 你們這些人哪有什麼人格 是沒有人格 因為在當學生 甚至沒有人格 可以講的 沒有什麼自由 沒有什麼人權 這個問題 所以就把他當作自己的那個 身心鍛鍊 然後到了30歲我退伍之後 一直到38歲這段時間 雖然中間這屢次 到了屢次我會嘗試 嘗試進入研究單位 進入研究所來攻讀 更進一步 因為畢竟軍校那個學歷 雖然是 我拿的是 那個學士學位 在外面 那個 經常都會碰壁 因為 傳統漢人的那個社會裡面 都還有那種觀念 好男不當兵 好天不打兵 所以 後來我就盡量能夠 希望能夠進入到學院裡面 再做進修 可是這裡面 裡裡碰到一些挫折 可能過去因為軍校訓練的關係 基礎不夠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 我 到了30歲以後 畢業 就是退伍之後 在外面幾年 一兩年之後 就變成 換圍道 就是我小時候的那個記憶 把我喚醒了 就是 看廟會 在廟裡面看廟 看那些宗教藝術的那個 那個 那個記憶把我喚醒 然後 後來 我就說 我 決心 飛走 那個 宗教藝術這條路不可 所以 因為 這個 自己 這種比較窄的那個方向來講 就 碰到很多壁 碰到很多壁 我在 我在 我是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現在改名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那個時候我考了四次 考了四次 考了四次才錄取 然後 那個 除了第一次那個 摸手之外 後面三次都是 全班第一名 成績全班第一名 但是為什麼沒有錄取 前兩次為什麼沒有錄取的原因 是因為 我的英文太爛了 後來就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有設標準 後來 後來我就沒有錄取 後來 最主要是這段之間 最主要我還是 自覺之路 自覺探索 然後 一方面 其實 就是有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轉折 就是我在 1996年 到中院院教院去當 李光華老師的助理 然後 因為我有那個藝術專長 後來他就 希望藉重我那個藝術專長 幫他完成一些 他過去所比較沒有的那個經驗 那當然 在這方面 比如說幫他做那些祭典調查 做教室的那個調查 其實這方面 社群老師是我的前輩 在我沒有幫他的時候 他已經幫他做過好幾件很重大的工作 所以 在這個 就任期間裡面 對我來講也是幫助很大 至少我接觸了很多 在研究 比較有成就的這些前輩 他們對那個觀念非常一個 有很大的一個啟發 然後 在有幸我在38歲那一年 正式 充滿校園 進入到那個 台北醫生大學 來 更接觸更多的那些研究工作 更接觸更多老師 那些教授 然後 不再只是過去的所謂的土法煉綱 然後 能夠 比較 回到那個正規比較學術的那個 範圍裡面 那一方面 也可以 從此以後 那個 擴大自己的那個視野 好 我想 我們在做 研究 做田野研究 經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學術界跟 地方的那個民俗研究者 或是文化工作者之間 有很大一個落差 很大的落差 最大的落差就是說 我接觸過很多這些地方文史工作研究者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將來做研究的一個借鏡 就是說 經常他們經常會有一個很大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他們投入地方太深 或是投入一個 一個 一個 某一個地區 或是說某一個專案 某一個 一個 那個 所謂的宗教民俗那個歷史裡面太深的結果 他情緒用得太多之後 他當然固然有所謂的愛將愛土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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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心情 不過這種情景之後就會變成什麼 他的視野是非常窄的 他一切都用 他地方的 或是說他第一次接觸到 深入接觸到的這個case 去看其他的case 其他的案子 或是看其他地方 這樣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個研究同輩 這個 也跟我們兩個一樣姓謝的 他第一次到田野去的時候 接觸到那個田野之後 每次碰到一個類似的那個 那個是一個叫點 每次碰到一個類似的叫點 就用他第一次那個叫點的眼光 來看別的叫點 然後甚至 因為他比較主觀一點 甚至會問一下說 你為什麼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造成那些 對方 有些人 就很感冒 好像來挑戰他一樣 我不知道他後來 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不過好像那個 有時候一個人的個性的問題 很難很難調整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 在研究之路裡面 我以前經常鼓勵我的學生 或是鼓勵我的一些學弟學妹 你有選擇你的研究對象 但論文 我們現在做論文 你一般來講 比較容易做的就是小題大作法 就是把你的焦點 比較集中一個部分 可是呢 你不能因為這個樣子 所謂把眼光都局限在那邊 你必須要擴大你的視野去接觸相關的 或是 我常常講說 那個民俗 或是宗教活動 它是一個所謂的生態的 生態的 那個生態 來看 它是息息相關系 環環相控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 你所研究那個點 我舉個例子 我一個研究所學妹 她是 她在研究所時代 那個已經十年前的事情 她做鬍子 宗教鬍子 古爪 那個研究 然後呢 她就一直專注在 福祉將司的採訪這個部分 還有她到處去拍 可是 大家都知道 宗教藝術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或是說那些民俗的那些用品 除了神像 廟宇建築之外 還有那些祭祀用之外 在祭典裡面 又是在祭典裡面用品 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隨著祭典的那個結束 它就會毀氣掉 像 福祉的就會燒化掉 然後呢 它是為祭典的 所用的 它是祭典某一個部分 祭典的某一個部分 比如說在儀式裡面 比如在我們在道教裡面 那個柯宇要禁錶 那個禁了錶之後 那個公巢 指向跟錶一定會是燒化掉的 那 比如說我們在做喪事的時候 一定要高靈儲 扶那個靈措指措 那靈措 它是給使者要用的 王者要用的 所以它這個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有所謂的入手 要填寫那個房氣地氣 這個過程 那當初我那個學妹在研究的時候 他完全不去管這個過程 他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 有一次我帶他去訪問一個 南部的一個道長 家裡的一個道長 也是我的老師之一 然後我就請他 我開個頭就請他問這個問題 結果他問不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的那個過程 所以 所以在那個 整個那個 宗教研究裡面 就是說 那個宗教藝術研究裡面 他必須要獲到 其他的那個宗教 整個那個儀式宗教脈絡 這個也是 我剛剛講的說 宗教藝術 的研究 它是一個跨領域的一個部分 那回過台來說 我們在 我剛剛講的那種 擴大視野這個問題 我常常講說 我 如果就動物界來講 我本身就 我的性質 以前 現在比較不會 以前性質 就好像一直蝙蝠 蝙蝠你們知道嗎 蝙蝠是哺乳類對不對 可是老鼠不把它當通類 蝙蝠會威 可能鳥類又不把它當同類 所以我是跨兩界 然後跨學術又跨民間 跨兩界 然後跨宗教跨藝術 然後 通常很多人 研究宗教界 不把它當作研究宗教 研究藝術界 都把它歸到研究宗教裡面去 那當然 這個情形有好處有壞處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接下來 第二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從41歲 研究所畢業以後 到50歲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是入道學藝的 就是拜我們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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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齁 為什麼我會 一開始接觸到那個 道教科技的時候 我 就讓我覺得 好像非常吸引我 呃 如果有輪迴而來講 好 可能上一輩子也是個道士啊 呃 呃 所以那一方面也是 要拓展我的領域齁齁 所以我日道學裔 甚至我長達三年的那個時間 我參加道士團的運作 啊 啊 就 我講非常清楚齁 就是說你沒有正式參加 像宗教團體裡面 你如果沒有正式進入那個團體 參加他們的運作 生活取緝都跟他們在一起 你是很難去了解他們的生態的 你可以了解科學語的內涵跟精神 因為有科學本可以看 可是你沒辦法了解他們的生態 當我在三年參與這個道士團運作 自己上壇去做科學語的時候 那個是一方面就是說 我常有一個感覺是說 我在壇上那邊參加育年 參加科學語在壇上裡面站在那邊 比我在外面看了三年 還深入得多 感觸還更多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說 在整個學期的過程裡面 我才有點要舉到說 原來道士團 因為他畢竟道士 其實台灣的火炬道士是一個江湖 另外一個是江湖 他們的江湖規矩是什麼 他裡面是什麼運作 他的行情是什麼 比如說行情 很簡單來講 工資 就是一個 一個行情 那你一般人不會了解 比如說尖叫的時候的行情是什麼 法會的時候的行情是什麼 然後呢 看你的那個規格 後勤的 後廠的行情是什麼 都有他的行情 都有他的行情 然後同行之間 你一旦歸屬一個道士團 別的道士團 所以你跟他們經常有合作 但是他會忌諱 忌諱你出現在那邊 有時候就是說 所以啊這個就是說 有時候像我們有一些 我介紹 我有一些學生 他本身就是一個道士 然後他要去做那個 其他道場研究的時候 道士的那個研究的時候 對方如果知道他是一個道士 經常會有很多保留 甚至有個現象就是 我前年來跟一個法師 那個佛跳法師在聊天 他說因為有一個人 現在很多那個道士跟法師 其實是錄影帶拍的 他沒有老師 他的老師就錄影帶 到處拍 到處學 然後弄一弄就是說他的 然後那個法師就跟我講 他知道那個法師 他那個人 要來錄他的那個課語 所以他就故意把課語做顛倒 或是很多省略 那他如果學生 如果不知道要發問的話 從此以後就以而傳而 就這樣傳算去 所以我們在看那個很多的道士團 或是說法士團之間 在做同樣科語的程序不一樣的時候 有時候經常會有這種原因出現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就是你如果沒有真正錄到 參加那個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了解那個過程 另外就是說我從51歲到現在 今年55歲 我希望能夠奉獻所學 那一方面也是維持生計 畢竟 畢竟我除了堅任的那個教職之外 因為我沒有再去念博士學位 後來發現說還是給年輕人 因為再加上那個我先天不足 我對那個英文的那個能力還是沒有精進 所以還是讓給年輕人 我希望能夠在這麼多年下來 到處跟大家來分享我的研究心得 那一方面也能夠維持我的那個生計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第一部分 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做一個介紹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也是今天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面對中教民主田園的研究工作 其實 就是這方面來講 雖然我做了很多年 可是有時候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還是有一個困難點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很科學性的 非常規律的 非常完整的 跟大家來做那個分享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其中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跟大家先前 剛剛有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因為我從小是在這個環境裡面長大的 很多東西是耳濡目染的 很多東西 第一,再加上因為我後來做學術訓練 因為我從小比較看書 比較喜歡看書 看那些老中哲學 像蠶選之類的書 所以我自己本身 從小就養成一個自己比較獨立思考的一個習慣 所以我從小不是很受教的一個學生 所以我從小以前在學校的成績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平常成績 因為那個老師通常對我來講 那個印象都不會太好 因為我自己我獨立思考之後 經常會那些做不同的意見的一個發問 所以在這種 因為這種情形是下 那個我在做那個田野工作 田野調查、田野觀察的時候 很多事情 除了我真的不是很瞭解 那個跨領域太大 不然來講就是說 通常我不會 像我太太 我太太是人類學 台大人類學出生的 她們經常就是說要去做口述訪問 那有些東西或是說去觀察 參與觀察 可是對我來講 就是說在這方面 可能比較佔優是就是說 我看了很多東西 我都會有稍微一點 自己的那個理解 有些宗教儀式的那個異理 當然這個東西還是會去求證 但是在那方面 我不會用太多時間 太多時間來 跟這些所謂的報道人之間 做深入的訪談 那有時候就是說 你沒有一個基礎 這方面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沒有在沒有一個很 一個基礎的 一個所謂的那個 嘗試或是知識在的時候 你在跟田野人做報道訪談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經常沒有辦法 提出所謂的關鍵的問題 關鍵性的那個問題 然後有時候會在外圍繞圈 甚至對一些所謂的專業名詞 你不懂的情景之下 有時候會造成田野那個報道人 對你的反感 那就是說你很煩啊 連這個都不知道 我已經碰到一個 10年前碰到一個那個 台北 以前在芒嘎 受過僅存的那個 林保派道士 等老道長 現在已經去世了 幾年前歸先了 我們在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在保安宮 那個台北保安宮 幫他們做了7月14的那個 轉血帳 勘征的那個法會 一整天 那很多記者會去採訪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那些記者我根本就不理他 為什麼 都不做功課 很多東西不了解 我要從頭跟你解釋 很多解釋那個原理 所以他就很不耐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我們在 從事那個 深入到那個田野工作裡面的時候 因為在宗教民俗田野 宗教田野更是 更是比較 比較 比較明顯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這方面的 這個一個情形 那當然在這方面 就是要靠自己 要去充實一些累積 所以 在面對 宗教民俗田野工作的時候 我剛才有提到的說 就是說 要有信仰 要有信仰 你 將來 你要做這方面 如果要長得這方面 必須要有信仰 那我想 各位 念宗教組應該知道 所謂的信仰精神在哪裡 那 從 只有興趣是不夠的 興趣 當你變成一個工作 有個負擔的時候 或是說 當成一個 所謂的 必須要有 有所謂的生計考量的時候 往往這種興趣就會很快的 就會消退 所以沒有一個信仰的話 這種事情是 持續不了的 是持續不了的 就沒有辦法很長久 來從事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 我想 在我們在研究所時代 大概 大家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在大學生的時候 金老師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專注於那個 所謂的書本上的一個姿勢 或是PEPP 那個壽司論文 各式各樣的論文之類的 那 這樣是不夠的 那我 喜歡 特別喜歡引用那個 沈從文的 沈從文字段裡面 我們知道 沈從文知道 差點 得到那個 諾貝爾 諾貝爾講的那個題名 那 他在字段裡面 他 有一張的一個標題 他說 我讀一本小書 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那我們課堂裡面 或是說我們在研究室裡面 接觸到的資料 畢竟都是前人的資料 如果就莊子來講 莊子來講 那個叫 他有一次跟那個 那個 哪一個帝王 哪一個國王 他講 你閱讀的都是 超破 因為都是前人所累積下來的 所以 這個是 這是一本小書 最大的一本書在哪裡 在外面 各式各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以前 有一段時間 比較 那個時候還沒退伍的時候 休假的時候 我經常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到處去遊歷 沒有目標的 沒有設定目標的 然後很喜歡到那個 比較鄉村去 生活比較純樸的那個地方去 然後去那邊幹什麼 不去看風景 也不是去吃小吃 去幹的吧 去跟人家聊天 聊天的目的 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還沒真正做 中教民俗研究 聊天的目的就是 看人家怎麼生活 怎麼樣面對他的生活 然後我經常聽到一句話說 這次天氣不好 或者季節不好 收成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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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問他們 這樣你要怎麼辦 你怎麼辦 然後他們經常會跟我們回來 沒辦法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感覺他真的很無奈 其實他是很樂天的 樂天之命 所以 這種 看看他怎麼生活 看他怎麼樣做事 比如說 捕魚的 種田的 序木的 看他怎麼樣去處理那個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的一個大課本 所以我以前 我在課堂上裡面上課的時候 我當中教跟宗教藝術相關的課程 我現在在那輔大 上那個道教課也是一樣 我已經 既然跟我的學生講 他說你如果 哪天來跟老師報告講說 我有一個廟會 或是有一個宗教田野 我要去看 老師我沒辦法上課 沒辦法上課 我說你趕快去趕快去 我非常歡迎 那個學生 盡量到外面去看 去看那些 廣大的世界 開拓自己的視野 那個才是一本大的課本 這是沈從文的一個 給我一個概念 大家如果看過沈從文字傳 你會發現 他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他住在一個城裡面 那當他放學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他秘密住在另外一個城門的那邊 可是他要 比如他住在西邊的城門外面的鄉村 他下課以後就直接從東城門繞出去 繞一圈 再回到家 那沿途就看了 看風景 看那些 販夫走足手 那個生活情形 看人家叫賣 尤其是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是什麼 到北門口去看人家砍頭 那個是軍閥時代 經常會隨便抓一個人就砍頭 看他那個描寫好像一副沒有感情的 可是那種感覺是非常生動的 非常深入的一個 內化的一個感情 這是他給我一個很大一個啟示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田野的時候 必須要有所謂的 全貌觀跟生態脈絡的一個看法 生態脈絡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整個宗教或是民主田野 它是一個生態脈絡 一個生態的 它是有脈絡可取的 生態比如說像縱向的 還有橫向的 不光只是所謂的那個 歷時性或冠時性的一個問題 而就是說它是有 它是整個那個面的一個組織 比如說我經常跟 我在書裡面有很多人 也有提出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圖形一個概念 一圈一圈套一圈的概念 比如說一個廟會裡面 最核心的就是神請跟祭儀 祭祀的那個禮儀 當然是以神為主 然後就是祭祀禮儀 然後在這個祭祀禮儀外圈 就是一些所謂的共品 祭祀用具 書文啊這些東西 在那個 它的那個外圈 然後在它的那個第三圈 就是所謂的 這個參與的那些重要的人士 比如說祭師 道士法師 李生 姬童 這些參與的那個祭祀 他負責整個那個祭 整個那個祭典的 整個那個 那個比較所謂的核心那個部分 那在外面一圈 第四圈才是所謂的那些熱鬧的那些隊伍 陣頭的參與那些 那個陣頭的 演戲的 那最外面最外面 我們不是只能研究到這個部分而已 最外面一圈第五圈是什麼 就是一些所謂的市集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以來 到目前為止 只要有廟會的地方 一定有廟室 所謂的最早的那個所謂的那個 廟口夜市 也因為這個原因來 只要有廟會的地方一定有廟室 甚至有些感激的 然後 到了現代來講 現在很多的廟很喜歡辦 有些比較文化概念的 喜歡辦一些所謂的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 比如說 學生比賽啊 作文比賽啊 復師啊 或是說攝影比賽 其實 對我們來講最痛苦的是 在要工作的時候是攝影比賽 那整個會干擾我們拍攝的那個近期 不過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現在文化的一個生態 它是一個生態的一個 就是說它最要有核心的部分 它有外圍的部分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為什麼要把祭儀跟 跟那個神祺 還有那些祭祀儀 還有那些所謂的祭祀用具 放在比較核心的地方 畢竟它是核心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全台灣 那個一個最大田野 范圍圈最廣的一個田野 就是西港的 王傳記 它的正確名稱叫做 西港王教異鄉 掛英 它是有三個地方從此 三個場域從此在進行的 一個場域是 王府 因為帶了一個女生王也來 另外一個場域是 教壇 另外一個場域是外圍的那個遶境 可是很多人 那個 在 去到那個西港田野的時候 他會忘記 忘記什麼 忘記說 他的核心是在王府 跟教壇這兩部分 他很多人去跑 跑正的 當然是他有 他有些目的的 比如說像以前那個 那個 丁大衛 那個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研究西港 一個村落跟他們陣頭之間的互動 我想那個 那個什麼 教大衛 對不起 那個 我把那個 其實還會把那個翻譯者 丁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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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翻譯 前幾年有出版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個 他是把那個 那個 放在那邊 那個是 畢竟 畢竟是比較外圍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 他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所謂的 可是 你如果去問那個西港 外圍那個村莊老百姓 他們甚至不知道有 也在建教 直到說有王谷 不知道有建教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就一個那個研究者的那個 觀察 觀察那個 一個方式來講 我們就不能忽略掉 什麼才是真正的核心 就算你要研究外圍的那個東西 陣頭啊 因為很多人研究陣頭 還有村莊之間那個 那個人類學的那個 研究的方式 就是村莊之間那個 互動關係 可是你不要忘記 他的核心 畢竟還是在 那個所謂的王府裡面 或是教壇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然後我們要有那個 前茂觀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雖然你研究教北 是一個 其中一個部分 可是你必須要有那個 全茂觀 那有那個生態脈絡的關係 才有辦法 整個完整的觀察之後 你才能夠對你 要研究的那些 的那個教練跟主題 有更深入 更深入 一步的那個體驗 跟那個啟發 這是 第三點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那第四點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 周延的思考 那當然這個是 有所謂的企劃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觀念在 所以我想 各位 諸位 那個將來有 可能有機會 或是說到目前 現在工作也是 有時候 難免會 碰到那個所謂的 提案這個問題 提案 那當然那種 那種所謂的 婆娃手 那個計畫的賺錢 我們在 秋野基段的那個 提案跟那個 出社會是 有點不大一樣 那當然 基本上那個 架構 其實是 重點都是一樣的 所以 因為過去 曾經長期在做 這方面的 那要寫 寫計畫 以前那個 李老師要接一個案子的時候 誒 中榮 來 幫我寫個計畫 他說我經常幫他 幫他寫這個研究計畫 這個 所謂的計畫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周卷的一個思考 一個架構 所以如果用 用所謂西方傳過來的那個計畫的那個撰寫 我們必須要有所謂的 2H跟6W 6W 這種 這種觀念 2H是做How 我這邊寫錯了 對對對 How 一個How much 不過這兩個 How much 一般來講 我們在宗教的民主田園裡面 因為在宗教 以寺廟為主 宗教這個田園裡面 我們比較難接觸 也比較避諱 其實有時候也是比較沒有那個必要 因為經濟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大麻煩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研究寺廟經濟 有一個很有名的 那個 陳志榮教授 以前曾大那個院長 陳志榮教授 他有時候會 提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會經常會碰到一些軟釘子 甚至硬釘子 因為很多那些大的那個廟裡 大的那個山頭 他很多東西 很多內臟是不會讓你知道的 所以這方面當然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說我們當然 只能說做一些概略性的描述 那How就是說 我們如何 如何進 如何這個整個那個 整個宗教民主田園如何進行 如何進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比如程序這個問題 那 6W就是who 他主體的那些人是誰 主體的人是誰 參與的人是誰 這個 他們分工是什麼 比如說紀念委員會 再加上所謂的外圍那些工作人員 叫班 道士法師 整個那個外圍的 這些參與的人是誰 畢竟那些牽涉到整個那個祭典的運作的問題 那 第二個就是who who就是對象 這個地點的 對象是什麼 它的對象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祭祀王爺 祭祀媽祖 祭祀 還有 要教典要祈福 祭祀 三天上聖 和師祭高增之類的 這種對象是誰 那個對象也是很重要 第三個是whant whant 這裡面是 這個過程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裡面有很多那些過程 很多那些程序 你要搞清楚 這些成績在做什麼 比如說遶境為什麼要遶境 淨鄉為什麼要淨鄉 這個當然是一個比較淺顯的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是whare 就整個那個地點的問題 比如說 祀王在王府裡面進行 教典在教壇 遶境在外圍的村莊 那如果是以那個 網友祭典來講 請王在哪裡 送王在哪裡 這個都是有 有關係到整個那個祭典 那個內涵 有時候 每個地方都會不一樣 那最後一個就是重點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對我們研究者來講 最重要一點就是whine 為什麼要做這個 做這個 有時候 像我們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 就是說類似的那些 那些宗教民俗田野 就是說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的立委民俗的關係 它會有一個 同樣一個 同樣一派的那個道士團 它會有不同的一個 做也那個方式 那我們就去問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不要去質疑說人家 你這樣做不對 人家別的地方不是這樣做 而是說你 請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它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當然 一般來講 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的 很多報導者很少能夠真正 真正精確的告訴你 告訴你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必須要從透過它的 怎麼樣問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重 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因為 就像我當初 因為我進那個研究所的時候 已經年紀比較大 38歲了 所以我一參加我們校內那個研討會的時候 每一場我幾乎都是提問題 那我一個同學 剛應屆剛畢業的 四個都跟我講說 你怎麼那麼會問問題 我聽到人家問問題 我就嚇一跳 有些問題他是從來沒有想到 要這樣去問的 那你怎麼樣問到那個精切人的問題 就是讓我們幫助我們了解 是說 這個宗教民俗的那個 整個儀式的那個進行 或是整個活動的進行 他的毅禮在哪裡 背後的毅禮在哪裡 不過 那個 以前那個修御前老師 修御前教授 他在研究禮的 禮俗的 他曾經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 禮儀 犯稱所有的中間儀式活動 它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禮 禮禮 禮禮 最合性的禮禮 第二個就是禮文 文章的文 這外在那個行為啊 祭祀心的 那個 跪拜啊 依讓啊 這些東西 這是比那個禮義更外圍的 這個是 也是一個 三個那個三圈核心的那個問題 科医 包括科医怎麼進行 這是禮文的那個部分 那最外圍就是所謂的禮器 包括外在看到 到了那些所謂祭祀用器啊 像那個 各式各樣的用物 那個東西是隨著時代的在改變的 比如說我們去看人家拜拜那個貢品來講 現在你要找那個傳統的貢品 幾乎都很難找得到 那現在人家拜貢品五花八人 比如說你現在拜罐頭啊 拜周圍普通人啊 拜罐頭啊 拜旺旺啊 先輩啊 這些東西 四五十年前哪有 所以一直在改變 所以我常常講說 有一些外在有些蚊子工作 另外我們蚊子工作者 或是說比較 剛入門的 經常會貨 貨 迷惑以這個外在的禮器這個部分 看到這個 為什麼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樣 不一樣 比如說 要祭天的時候要殺神豬對不對 生屯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生屯 跟那個地方的生屯 那個擺設不一樣 裝飾不一樣 他才會貨 然後就是 就繞在這個外圍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有時候 經常有人問我說 哎 老師那個地方為什麼會這樣那個地方 那個什麼 為什麼要用那個 為什麼要改成那個樣子 我就跟他講那個不重要 那個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外在那個禮器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 這個整個那個議理 整個議理那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對於那個調查 那個對象 要有那個初步的認識 這我們剛剛講的 要做功課 但是 到了真正到田野的時候 要把自己的城堅都拋掉 不然他有時候會 會給你自己 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會讓你的田野報導的人 會對你感覺上不是 你對他很尊重 所以我經常掛在 我在田野裡面 要跟人家做訪談的時候 我經常掛在嘴邊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要尊稱 比如說法師 道長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請教你 我請教你 然後 第三個不是說 我以前看過是 哪邊是怎麼樣怎麼樣 應該是說 我請教你 你剛剛那個行為 或是剛剛那個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子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他如果願意再跟 深一層跟你交流的時候 然後有人會說 我以前看到別的地方是這樣 那當然 這也是一種田野的回饋 那當然更實質的回饋就是 像我以前 還沒用數位相機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手寫稿一手拍照 還沒用數位相機的時候 我最大的負擔就是 洗照片送人家 那是一個很大一個負擔 現在是燒光給他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種 一種田野整個 整個那個田野那個技巧 那當然就是說 你必須要 對調查對象 包括人 包括物 有一個常識在 一個基本的一個知識在 一方面可以 不會浪費很多時間去做訪談 去做觀察 另外一方面 一方面就是說 你可以更深入的 跟那些報導人 甚至那些民眾 獲取他 獲取你所需要的 一些犯 一些所謂的知識 那其實就是說 這些相關文件的那個收集跟閱讀 地方史啊 文化史啊 租金史 相關調查 研究過程 我想這方面大家都有很多那些基礎 我就不講 那另外就是說 紀錄工具的那些器材 比如說語言紀錄 語言紀錄 你不要以為錄音就可以了 錄音的整理是很痛苦 一邊錄音 一邊還是要把 要記的重點筆記 因為畢竟寫過一次之後 自己的印象會比較深刻 然後其實就是所謂的圖像的一個紀錄 圖像紀錄也是很重要的 那個影像 然後就是影像的紀錄 我常常講說 一張好的那個照片 勝過幾千字的一個描述 那我們拍照 我們在做民主田園那個調查 拍照並不是像 一般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攝影協會的 或是說 一般那些做藝術攝影的那種拍照方式 我們必須要 比較全面性的 能夠南瓜那個場景的 一種拍攝範圍的方式 那當然不可避免的 有些小的東西你必須要 還是要拍一些特寫 必須我們是紀錄性的 當然除了那個整個完整性之外 我們整個那個照片 我們現在都用那個 數位傻瓜或單眼 那些我們都不用控制 那都是電腦工程師 幫我們設計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拍照拍了三十幾年 我也很少去調控所謂的那個快能 跟那個所謂光圈之間的問題 我都用傻瓜 超級傻瓜模式 來做 因為我只要獲得我的那個 要的那個畫面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說 跟一般的那個所謂的攝影是不一樣的 必須要有那個所謂的 紀錄攝影那個概念 盡量能夠 看到 讓我們看到 別的觀眾 或者其他研究 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大態了解 這裏面的範圍 裏面的儀式的內心 所以它是靜態的 那那個不足的部分就是要 必須要用動態 來補足 來補足 那當然 攝影這個部分 這個 我比較沒有那種專長 但是我一個特點就是說 比如說在紀錄這些宗教儀式的時候 我通常比較少拍特寫 因為特寫 你在 就等於在照片格放 那很多地方的那個周遭的東西 你就不見了 不過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 可以移動 移動 不過移動的時候就是說 有時候移動的時候 大家會漏掉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東西 那另外就是丈量 那個丈量很重要就是說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你在拍東西的時候 旁邊有比例尺的那個 相對的 對應 可以讓你知道 你拍的東西那個尺寸是什麼 那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拿尺去量 拿尺去量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 拿尺去量 也有些禁忌在 什麼禁忌 當你量佛像 神像的時候 就不能直接用尺去量 因為尺是可以避寫的 它是可以驅軌 驅軌的 所以我們在 供奉斗燈裡面會有一把尺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辦 先用紅線量之後 再去對照尺 這是一個 大概這個是 微不足摸的一個小細節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必須要 泡氣先入為主觀念 這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你不要太過主觀 但有色眼鏡去看 其他的那個事情 開放了一個心胸 才有辦法得到更多的那個 的收穫 就像佛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故事一樣 當一個茶杯滿的時候 你再也倒不進去 所以你要去田野之前 你要先把這杯茶 先倒光 留一口 潤口 潤喉就好 好 這是一個 拋棄先入為主觀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有誠懇跟求知的那個態度 就我剛剛講的 用請教的人 把自己放低 不要以為說 你就是專家一個教授 叫一個朋友經常去講 我也是教授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低聲下氣 那田野那些人 又是碰到道士 道士最龜毛 我為什麼要理你 我又不靠你生活 對不對 除非說他要靠他那個打之明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種 那種誠懇跟求知那個態度 有時候會讓對方的報道人 很 很願意 還有一般民眾很願意跟你了解 就是 凡是 就是我建議大家 將來要去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凡是 把請教掛在嘴巴 就沒有錯了 就我請教你 請教一下 那對方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很舒服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要有計畫 那不能基於你計畫的那個進度 因為田野有時候那天 那個你要碰到什麼樣的人 或是碰到什麼樣的場合 那個有時候是很難控制的 或是碰到天后 突然來一陣暴雨 你怎麼辦 所以說你事先要有一個計畫 就是說你要列定你的 大概你要採訪 今天的進度是什麼 要採訪的 或是說要看的那種東西 但是你不要拘移那個 你的計畫 必須要有變通 當碰到一些天后不負允許 或是說你找不到人的時候 或是人家在生病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變通 所以這個 大概這個 事後 你再去調整你的那個 把你先前的規劃 那些計畫 再做一些調整 所以 以便來掌控我們那個進度 那其次就是說 要以調查表 項目為提綱 就是說 就跟前面那個 內向是相關的 就是說 你要去做一個調查之前 你要條列性的 你要把所謂的 根據我剛剛 上面所提到的那個 2H6W 那種情形 那種內容 來做一些 所謂調查項目的 來列一列提綱 你才能夠完整的收 完成的那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觀察 不然啊 有時候想到那邊 或是說 看到天邊的彩虹 就忘了眼前的那個玫瑰 那就忘記了 就忘 就是那個歧路亡羊了 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那個 那就忘了本來的 本來的一個目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提供的時候 可以隨時提醒自己 我們今天 要做的那個內容是什麼 要做的那個調查是什麼 要得到的一些成果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說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要注重宗教民主的禁忌 我非常感觸就是說 我們台灣 因為可能 因為記者 媒體這一行 一般都把他稱為那個 吳冕王 所謂的文化流氓 那看到我們這些拿相機 拿攝影機 都把我們當記者 那 那有時候 那個 我常常覺得 這些人 這些所謂的那個記者 常常一個很 很糟糕的一點就是 完全不遵守禁忌 還有一些規矩 比如說人家在祭拜的時候 全部攝影機都排在前面 我十幾年前去做基隆忠年紀調查 他們在大目光開木門祭祀的時候 你從後面看根本看不到大目光 全部都一百攝影機擺在那邊 所以我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跟學生講 年輕一輩朋友講 如果 你要取一個鏡頭 這個鏡頭會妨礙人家一事進行的話 我寧可不要那個鏡頭 就描述了就好嘛 或者拍背後 然後 最簡單來講 比如說像 我在拍那個廟會的時候 廟會不是那個神教陣頭都去拜廟嗎 你會發現那個 廟門口那個天公爐那個前面的一排攝影機 那給人家神在拜廟你就給人家神拜 那一方面來講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就是說 你今天就去做那個紀錄 你到底是要紀錄整個廟會過程 去拜了什麼廟呢 還是你只是要拍那個鏡頭呢 拍那個陣頭啊 或是神教呢 你拍陣頭神教你放到哪裡都一樣啊 因為陣頭那個都是類似的嘛 那類別都差不多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比較習慣用側邊的 或是後面的 整個那個場景的 場景的那個 整個那個拍攝的那個 這樣才有辦法 讓我們了解 讓我們了解就是說 整個那個過程裡面 他經過那個地點是什麼 這個整個情境是什麼 然後其實就是 還有很多的禁忌啦 這個禁忌對我們那個女生來講 會比較忌諱啦 比如說見教的內壇 沒辦法進去 或是說 在某個月特殊的那個時間的時候 也沒辦法進去 那當然還有一個 其實說像我 過去一整年 因為我去年 去年我11月份的時候 因為我父親去世 所以在到今年11月之前 我過去一整年 就算我到廟裡面去 我從來不拿香 拜拜 這是人家確實有機會 然後見教教堂 我從來不進去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一個 民俗一個禁忌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沒辦法列舉很多啊 之外有興趣 就去看以前前輩 黃國老師跟劉環月老師 他們所出版的 那個田園工作手冊裡面 他們有列到一些 那第三個部分 我就利用一些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 那個我在101年 跟幫那個 新北市文化局做了那個 所謂的古城 中原祭典的一個 一個紀錄 那當然 這個 這本那個冊子 最主要是 除了中原祭典本身之外 還必須要了解到他整個那個 整個藝種大木崩 他整個那個紀事的一個過程 整個過程 他的那個歷史原有跟背景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 單一紀典的一個調查 如果以這個廟來講幾乎是個廟制 叫在一個紀典是一個部分 我過去經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從那個 整個 我把那個整個那個調查那個部分 還有要注意 我整個那個裡面 要牽涉到一些 整個那個調查的一些事項 來跟大家做一些解釋 那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 首先我要進入這個題目之前 我必須要先了解 土城大木崩 是什麼樣一個 一個性質的一個供奉 他跟一般的廟不一樣 他又不是一般的所謂的 陰魂的 這種信仰 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當然我們這樣 深入之後才能夠了解 整個那個了解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做一個民主宗教田園 過祭典的時候 除了我們在爬書文獻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先祝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先遣的一些作業 就是到現場去 去了解 大概才能夠抓住我們的那個 要所謂要研究的一個過程 像過去人類學 他們在做田園的時候 有時候長達 在田園時間長達一年到三年以上 問題是他們並不是那麼快就能夠選定 他所要做田園一個對象 他必須要 經過多次的一個觀察 有時候甚至 選擇到那個一個對象 並不是他最喜歡要做的 可是因為他最好配合 或是說感覺比較好 後來他就做了那個主題的研究 所以我們必須要 經過這些前置作業之後 才能夠一個確診完整的那個 所謂的研究架構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所謂的文獻的爬書 在大木工這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牽涉到 就是所謂的台灣的五祖信仰的 和五祖孤魂的一個信仰 那這種五祖孤魂的信仰 為了台灣的老大公好兄弟大眾也萬善也特別多 這跟台灣的整個那個漢人的開拓史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會爬書說 這個整個那個孤魂信仰 為什麼在跟唐山元鄉來比來講 他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 最主要是跟他的那個 整個那個漢人開拓史 開拓史 還有他那個信仰那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瞭解 那第三個部分就 就是說土城大木工他的嚴格 他的歷史嚴格 他能夠找得到一些歷史資料 我們把他嚴格爬書出來 這個文獻爬書我想大家受過訓練都會很清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第三項就是說必須要 所謂的 鐵野訪談這個部分 鐵野訪談這個部分 他不是 我把那個鐵野訪談跟祭典紀錄這個部分把它分開 因為祭典紀錄它是局限一個時間的 你必須要受限於那個時間 那鐵野訪談就不見得 只要能夠碰到人 找到人 找到指示者 找到一些相關的祈禱 你就可以做鐵野訪談 比如說大木工的組織的運作 他是怎麼樣運作的 我們就要訪談 甚至要訪談到過去的 因為他們有一些組織轉型的 過去祈禱的 還在的 或是 能夠親自做一些訪談 了解他們的組織運作 那其實就是說 他的 壇廟能夠供奉一個現象 這是他的廟 一個廟宇或是一個壇 他畢竟他有一個所謂的格局問題 他的座位、方向 或是說他主事的是誰 他父事的、同事的是誰 那他整個周邊的那些 有沒有相關的那些 祭司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是他的那個現況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了解 因為他這跟他整個那個 信仰的那個發展 或者說他甚至跟後來那個 整個那個祭典的一個舉行 空間的那個問題 祭典空間 因為祭司空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有比較去了解 這個就是天野訪談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 重點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祭典的一個紀錄 因為 我覺得這個案子最重要是 土層大木工的嚴格跟中原祭典 所以這個中原祭典佔了 大概有篇幅大概有一半的 一半左右的一個篇幅 所以在整個那個祭典 中原祭典那個過程 跟內涵 這個兩個一個部分 一個這個過程 就是說 不是說只有那三四天的那個整個中原祭典而已 而必須說你要了解到 他是怎麼樣籌備的 他們組織是怎麼樣運作 那個 你要去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不是做天野訪談的時候才能夠了解 而是跟他們參與那個整個那個 會議那個過程 重備過程的時候 你才能夠真正了解他們的組織運作 然後接下來就是整個全程要觀察 他整個那個祭典的 過程 然後一方面 趁有空的時候要跟那些所謂的宗教執事者 法師道士跟他們訪談 了解到他那個那個 整個那個祭典的內涵 他的意理在哪裡 那如果有辦法的話 對照所謂這些經典 對照經典 來闡述這些所謂的內涵跟意理 因為我們做學術研究 畢竟跟一般的那些所謂的文學報導 不是一樣 文學報導一般只是報導的過程 我們必須要了解那些內涵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我每一節 我把它祭典裡面分成幾個章節 每一節幾乎 幾乎我在前面都會交代一些 所謂的那個 整個這個祭典 這個 這個性質的祭典 它的那個內涵 它的意理在哪裡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 才有辦法做整個那個完整的那個觀察紀錄 那接下來就是整個那個研究成果 那個圖文稿的一個整理 所以那個圖片整理也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一個很大的一個痛苦 因為要從那個幾千張 甚至上萬張裡面 來整理 那個對那個眼力來講是一個很傷 一個過程 不過現在有數位化比較好一點 可以在電腦上放很大 我以前在民國86年1997年 在幫呂彭浩老師做那個東港 紀錄那兩本研究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都用幻燈片 我拿一個大燈箱 幻燈片排在那邊 兩個小時眼睛就花了 而且很小 有時候會挑到那個 光大之後發現 震動了 焦距不清 很小的時候 幻燈片很小 要拿著放大鏡看 其實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個圖文未整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 圖片的那個 詮釋問題 有時候我們現在很流行 在坊間裡 除了學書製作之外 很流行有一種書叫做圖文書 像我的好朋友 那個火洋出版社 我有好幾本論文幾個他出的 楊臉甫博士 他最喜歡出圖文書 他叫做圖說台灣什麼什麼什麼 他都用圖說掛在前面 圖說台灣歷史 那這個圖文 那圖配上那個 那個圖的那個解說就很重要 就是說一個圖片 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一些內容 那個內行人比較能夠看得到 但是外行人 你必須還是要做一些解說 所以在我的過去 我現在比較經典 過去我在做這方面的紀錄研究的時候 我的那個圖說幾乎寫的 會比較長一點 幾乎都 每一則都等一二十個字那麼多 以上 那個部分就是說圖文的那個 那個配合 整個那個圖片的詮釋 也是很重要 然後要怎麼樣跟那個所謂的 內文之間 做一個關聯 有些人 既然會出現一個毛病 就是說文章歸文章 那你圖片寫的那個圖說 那個跟文章內容 又一發又沒有相關 有時候甚至會有一個抵觸 我今天曾經碰到很多一些 做一些紀典研究 要幫人家做專門接那個所謂的 出版 紀典 紀典式出版的人 他 我覺得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以前有個刀冠出版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 有沒有聽過 專門出那個宗教書籍的 那個老闆 10年前 在松山慈悲堂 要幫他們做紀錄的時候 他本來也想幫他們做紀錄 後來是因為那個 那邊一個 一個殘河道長 說要跟他們唐主講 說要堅持要找我 那那位黃先生怎麼講 他說 我不需要到現場 你們 我只要派一個攝影師去 你提供給我就可以寫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像我 我跟我太太 我經常會有一個堅持 我沒有到現場看過的東西 我絕對不敢寫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對我自己負責 因為 每個地方的同樣一次 到每個地方的情境完全不一樣 像日本人 他們在做田園的時候 他們在做紀錄 哪個儀式 細到幾點幾分幾秒 那個整個那個 我當然沒有辦法 細到那個地部分 不過那個情境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我們剛在聊天的時候 那個前陣子那個 社會老師他們去南昆盛代天府的做 那個負責做紀錄的 我們台灣很有名的南霸天 黃文博老師 黃文博校長 他根本就沒在現場 派了一組攝影人員 三個人 結果那邊紀錄 他回去就可以寫了 我說我非常佩服這種人 因為我絕對不敢做到 這一點 對我良心來講 也是沒辦法 交難的過去 所以這個圖文記錄 圖文成果研究跟圖文 彙整的也是很重要 怎麼樣把它脈絡化章節化 你看我的那個 研究成果裡面 他的章節就非常清楚 那這一點 其實我要感謝李老師 在幫他做研究的那個過程裡面 他給我的啟發就是 那種章節的那個 那個名稱 那個是非常 非常節奏非常清楚的 好 接下來 那個 我在用 就是用這個 整個 快速了 那個 因為 剩下時間也不是很多 我用 一些時間來跟大家介紹 整個 整個 我整個那個祭典過程 還有整個那個 內容 來跟大家做介紹 好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土城大木工 這是全台灣 最大的 一個陰廟信仰的 一個中心 因為他這個是 裡面是所謂的 大木公主 大木公 大木公這個名稱是 漳州人的稱呼 全家人不講大木公 而且漳州人特別重視這個 因為 北台灣的那個 蟹鬥非常多 所以在北台灣很多大木公 最有名的 都是在漳州人地區 就像這個土城 土城包括過去的百街堡的 包括中河 永河一部分 還有土城板橋 這三個區 那個大部分都是那個漳州人 所開墾的地區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有一個很大的 大家看到前面就是 這是廟這個敗品 他裡面的那個是一個木刊 然後旁邊 他還有另外一個特色說 這個是一個教壇 他每年七月份的時候 要做那個所謂的普渡教 所以他必須要蓋一個教壇 全台灣只有兩個地方 有固定的教壇 普渡教壇 因為一般來講壇都是臨時搭設 要建教的時候才搭 一般有四大壇、五大壇嘛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在結束之後就會把壇拆掉 全台灣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土城大木工 另外一個就是基隆 在忠聖山上面有一個 平壇當作的歷史文物館 然後在祖府的時候 7月45號普渡的時候 當作那個普渡壇 好 那今天最主要是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就是前年 另外跟五祖古本信仰 跟 抱歉我這邊有個挫折 與中原習俗 第三個部分 百列地區的開發 百列地區就是包括土城 中和 還有部分永和 跟那個所謂的板橋 板橋也不是全部 像江子崔那個地方是頭外的 就沒有包包在內 第四個部分就是大木工的中原祭典 跟歷史軌跡 第五個部分是大木工 仁辰年 就是101年的時候 中原祭典我調查那一年 那另外一個結語就是 因為他是文化資產 所以我會簡單的那個 產世了那個 中原祭典它的文化資產的那個意義 那當然土城 所謂的百姊異種大木工 它最早的名稱是這樣 它的建立是起源於收買 清代因戰亂而死亡的五祖姑姑 那那個清代那個北台灣 那個我們都知道 清代統治台灣的那個歷史 將近200年的歷史裡面 有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亂的那種說法 因為台北地區 那種瀉鬥非常嚴重 那種張拳瀉鬥 非常嚴重 那這種從舊的百姊保十三莊 那個這些五祖姑姑 由百姊保十三莊來復的祭祀 它歷史是很久的 從乾隆 乾隆年間 乾隆51年 林爽文事變 北部的地區 是林曉文 林爽文是全台灣 在清代期間 那個動亂最大的 北從那個淡水 那個富偉 南到那個恆春 都是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那個那個 動亂的一個區域 那台北地區 那個時候也是 產生很大的一個動亂 那個 那個最重要是那個百姊保地區的那個 那個漳州人 跟那個大漢西以北的 那個泉州人 還有那個什麼 三甲地區的那些安西人 在瀉鬥 所以 那再加上 歷年來 像嘉欽年間的那個 跟 泰雅組之間的那個 那個征戰的那個問題 然後甚至最嚴重的 這個清咸豐三連那一次 咸豐三連到九年 那個台北盆地 蟹鬥最厲害的 咸豐三連的時候 把整條 新莊街都燒掉了 後來林本原 板橋林本原 本來是要在新莊街 做生意在那邊落腳 後來才搬到那個板橋 設在板橋 甚至 後來才跑到大溪去 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跟那個蟹鬥很多原因 所以他那個 跟先民 那個肯拓那個 有很深刻的意義 他的歷史 他的祭司事物 從日子之起 就已經形成所謂的山區輪子 那山區 現在還是山區 那個以前那個山區 當然那個名稱不大一樣 那由境內的山區輪流主伴 輪流主伴 比如說像我調查那一年是土城主伴 那隔一年是板橋 那今年 101、102 103又輪到中和 來由土城、板橋、中和 三個地區來輪流主伴 形成一個很大的傳統 那當然 以前是民選首長 那現在是官派的首長 還是一樣 一樣來輪流來主伴 那其實是說 這個土城百接一種大墓宮的那個中原 祭典他歷史非常的悠久 在日子時期 那個報紙裡面就有很多一些紀錄 那他那種各項的那個祭典形式 跟傳統的 釋教的那個祭典 柯儀也是有那個文化性跟典範性 就是他有特殊的那個文化性質 還有他那個特殊的那個典範 這個是 貝爾地區比較少見的 所以在文化局在2012年 2月就登陸 民國101年的時候登陸 為民俗及有關文物的信仰的文化資產 這個是他們當初指定的 那個市長朱立倫所公告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登陸的那個公函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記錄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對那個議題 整個有一個探討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 台灣這個五組部分信仰跟中原習俗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是非常錯綜複雜的一個問題 中原非常複雜 我經常要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他涉及到所謂的儒式道三教 跟那個民間的那個習俗這個問題 所以首先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儒家既是立鬼 這個信仰在清代的放置裡面 都還有描述到 地方官要在中原的時候 要請那個陳皇爺去作證立談 立談 來記錄這些所謂的立鬼 這些孤魂爺鬼 使鬼有所歸 因為鬼有所歸 乃不為立 這個 傳統漢人最怕鬼 那個 怕那個鬼其實不是一般的鬼 是會作祟人的立鬼 所以過去那個儒家傳統都有那個祭祀的 那個紀律的那個習俗 過去一年三節 以前台灣沒有鬼節 沒有鬼月只有鬼節 一年三節就是清明 中原還有 碩月 十月的碩月 十月初一 三個日子 那到後來就比較 因為日日時期以後 官方沒落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道教地關的那個涉罪 涉罪 這個 所謂的忠元 忠元這個部分 忠元地關涉罪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了解 那忠元 第三個就是佛教 宜蘭盆會的 詩詩惡鬼 那所謂的 孤魂 跟惡鬼 之間當然有些 類似的一個 重點的問題 但是也有對象有些不同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佛教在做宜蘭盆會 忠元宜蘭盆 跟道教做忠元普渡 清淡忠元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第一個 雖他的對象有類似重點 但是他有一些差別 像道教來講 以漢傳人來講 漢傳人的佛教來講 最主要是要超度父母 從那個漁蘭盆金 或是從 暮年舊 暮年舊母 這個故事裡面 或是驗口經 這個部分 來產生 他最主要是救度父母 然後超度所謂的驗口鬼 這個惡鬼 難道 對於道教來講 最主要是要替自己解罪 因為地關涉罪 然後替九賢七祖解除他的罪 然後才融擊這些五祖孤魂 所以他基本上對象是不大一樣的 那一方面 因為 道教有幫地關 因為地關涉罪嘛 因為 傳統漢人信仰通常有那個魅神 慘魅神奇的那種作為 所以 要幫地關涉罪 幫地關那個慶祭 慶祝他的聖誕 所以叫做慶祭中原 所以這個為什麼叫做明瞻 都會講說慶祭中原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慶祭 慶祭就是慶祭地關的那個聖誕 然後 接下來就是要普渡 普渡這些孤魂 自剖或是惡鬼 所以民間才會造成所謂的優養 優養同歡 這種現象 那一般人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因為 如果是對那個西方的觀念來講 對那些所謂的無阻孤魂 或是說這些死亡的人 應該是有哀悯的心 哀悯的心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歡樂 所以 我們到那個 那個是因為不了解 不了解整個那個歷史背景 所以我們到 英歷七月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全台灣都在普渡 那普渡的一個 最重要的現象是 除了那個貢品很多之外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歌舞女郎很多 演戲的 特別多 為什麼這樣 這叫做優養同歡 於神於人於鬼 人神鬼同歡 那其實就是說漢人移民 跟 跟姓忠元那個習俗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剛剛講 那個 唐山過台灣 登山過台灣 心肝客氣完 那個 失去 移民的十個人 失去 六災三死 一回頭 那個 所以這個 然後加上那個 官吏的腐敗 勵志的敗壞 加上 颱風 那個颱風地震 風災 引起的 那個死亡 還有瘟疫的那個 造成的那個死亡 對台灣的那個影響 非常大 因為 那個 醫藥的不發達 那個 那個 勵志敗壞又沒有辦法保 那個 那個彰潛功全力 所以 人怎麼樣 只有靠信仰 老百姓只有看信仰 然後呢 就靠那些好兄弟 歇民死亡 那些好兄弟 希望能夠保佑我們 所以為什麼拜好兄弟 要拜旺旺 你如果家裡火災 祭火的時候就不能拜旺旺 那個 那個 消防隊也不能拜旺旺 因為 為什麼這樣 希望能夠好兄弟 能夠 能夠 伺服我們 所以在我們在 道教在念書文的時候 都希望說 這些 得到 齋祖 信仲的那些 獻供之後 能夠回饋我們 所以 這個是漢人 跟 怡敏 跟那個慶山中 有很大的一個 一個關聯 另外就是說 第三個部分就是 百姓地區的開發 跟大幕後的信仰 大家看到就是 舊百姓地區 這邊是板橋 這是中河 南四角 那這個就是土城 土城區 那 大幕宮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當然 剛 張全 蟹漏最嚴重的 林爽文 那個時候 蟹漏最嚴重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甘霓 一直到這個 圓林 大安鳥這個位置 那當初就死了很多人 那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線條就是 當初 林修郡 林修郡 來 來 就是林修祖 來開發這個水浸的之後 他把這個 引水 從山甲這邊引水 整個開發 那所有 要用灌溉的人 都要繳水珠 那水珠的 有個部分就撥給 大幕宮 撥給大幕宮來做那個 所謂的 祭祀的那個 鄉有 鄉有 鄉有那個情形 所以當初他 整個人水浸經過的地方 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那個 祭祀範圍 都是他的祭祀範圍 都要到大幕宮去參拜 然後再加上那個時候 他們有時候要進到那個山區 像這個 這邊就是山區 往山甲那個山區 地方要去砍伐 張墓 那個 那個要練那個張腦 那 要趴那個原住民騷擾 都要先去祈求大幕宮來保佑 所以這個 百階十三莊到 土城板橋中和山區 那大家看到這個地名 這個就是 古代十三莊的那個地名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主要牽涉的 主要三大那個事件就是 第一個就是林索洪事件 尼索洪事件的時候 然後剛開始 因為大家不敢收買 一直到什麼時候 這個乾隆 這塊是一個 一個歷史文件 在這邊 那個乾隆的歷史文件 乾隆 幾有年 就是乾隆54年 51年底 到52年發生大戰的時候 到54年才被收買 是爛民萬善同歸木 那這塊其實是一個古蹟 他的木就長這個樣子 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這個樣子 這個是漢人的一個特色 又是漳州人的一個特色 那雖然他外面的敗品 蓋很大 好 那現在這個是大木工的現況 他外面敗品是蓋很大 然後呢 他旁邊因為他所謂的有個 有一個山丘是黑狗穴 說他做一個很大的這個黑狗 這個 這個狗的底下大概有 將近兩百公分 一百八 一百八十幾 然後他們發明很多什麼 任高康 嫁好紅 類似什麼 沒高水 大富貴 類似這種行為 外面 後面這些都是牧種 從清代以來 確實年間一直到 埋到 一直到 民國 戰後的時候 很多那些靈心 都埋到這裡面 然後這個是他的副種 這個是 將近年監討所做的一個副種 那後來 這個是簽過的 第三是簽過的 大概前年的時候才簽好 那所謂的牧種裡面 都必須要有所謂的厚土 那後來他們就做一個土地公 土地公在這邊 來供供 然後這個是他教堂外觀 那個非常盛大有沒有 這個是全台灣的最豪華的教堂之一 也是兩個唯二的 上面有教堂兩個字 然後教堂裡面 最當然他們供奉了那個 先寫的報德堂 過去在 這是昭和十三年曆的 昭和十三年的 那個時候已經有150周年的那個祭典了 所以你看那個祭典已經多久 他們整個那個香味 那個香味 那個 整個那個露味 露味的一個情形 然後旁邊就 旁邊這邊就是他們的那個 散落在那個墓野裡面的那個 從清淡到日治到那個民國的那個古墓 然後這是他對面的一個戲台 就好像一般廟的一個配置一樣 好 那這個是他那個年曆祭祀 這在元宵的時候 他 他跟一般的那個陰廟絕對不會有這種行為 這個叫祺歸 啟酒福慶 一般都是在陽廟才會有 可是呢 因為大墓宮他被葬中的 是為大墓宮祖 他家一個祖 是他們的祖先 所以他在每年過年的時候都會 都會去祭拜去探視祖先 所以一樣會有那個所謂的那個 一個起貴一個行為 這是他們在祭日的時候 他們是以 三月 英曆三月二十二號做走跡 為什麼 因為那天就是 前的五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林爽文北部事件 那個戰略 那個最慘烈的那一天 所以他們就以那天為做繼承 那天要幫他們做繼承的一個法會 然後就是在清明的時候 所有的很多那個信眾 都來繼承 那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家族 姓呂的 中和跟土城姓呂的最大家族 他有一個九十幾歲的那個老先生 當司儀 在那邊帶領他們做繼承 那天也是盛況空前 那第四個部分是說 在整個那個紀典的歷史軌跡來講 他從大方十九年 成立董事的制度 非常歷史非常久了 已經成立了制度化的一個中年紀典 那在 在這個整個紀錄裡面來講 最早成立教典就在大正兩年 大正二年 基隆那個祝福壇也是這個時候成立 1912年 那教壇來做這個祭司之用 也是全台灣少見具有固定教壇之一 然後在日式時期的 中日接安戰爭爆發的時候 土城他本來有搶戶活動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搶戶只有頭城有 頭城今年又停辦了 可是過去土城 三大搶戶 土城板橋 板橋在建營市前面 還有土城 土城還有宜蘭那個頭城 頭城 土城跟板橋都有辦搶戶活動 後來因為 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 就被禁止了 當然那個理由很多 所以那是一個所謂的漏期 另外一個是治安 因為有時候搶戶的時候會引起打架 因為那時候經濟比較不好 那第三 其實就是說在中年紀典那個救贖裡面 他是7月12放水燈 7月13普渡 在1952年的時候被統一成 7月14跟15 那他們去年又改回來 那在整個那個日式時期的那個很多報道 比如說在 當然這個是文人的那個一個報道 所以他的標領叫搶孤滿屬 搶孤滿屬 就是說你看可以看到 這個畫於孤棚之上有搶孤 然後無體可攀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四日觀客 不下萬人 炎至基隆塔北來的 然後甚至那個時候鐵路 那個臨時搭載了那個速食台 那個 還不夠 板橋自動車 行駛到半夜 12點等等 這個大正十五也能夠報道 好 那這個是個例子 其實還有很多 那另外就是他的終點 終位基點的一個形式 最主要我們把它分成一個幾個部分 一個是籌備的部分 有土城板橋中和山區 那又直連了盧祖跟祖會 祖教 祖壇 祖府四大助手來當作頭人 現在都是里長 都是由里長 里長來擔任 那另外一個年歷重要的一個基點 就是七月十一請神 建教其實是建埔 然後晚上發表 七月十二 最重要的晚上就是要放水燈 那七月十三 敬拜三戒 然後普斯 七月十四 宋建教神 所以他終點基點的規模 最重要是兩朝 就所謂兩日夜 那他普渡法式的主持者 過去來講 都是由佛教系統的 法師 過去有法 有佛教的 日日時代有佛教 那現在就是由民間佛教的 所謂的施教法師來組織 那他那個教壇的空間分布大 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 那是整個普渡的時候 整個那個現場 那個 那上方是北方 那普渡夜行非常大 那他那個整個那個分布的那個行程 非常大 占卜的那個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 那右邊就是他教壇內部 他整個 是 應該是全台灣 非常豪華一個教壇 只差沒有冷氣而已 全台灣大家很少這個樣子 所以 那底下是三界壇 一樣 那在釋教那個 那個 那個祭典的空間來講 那 上面就是所謂的 三寶壇那個部分 其實這個 釋教的那個排壇方式 跟道教他的那個過程 非常像 那壇外有所謂的 有普陀岩 有韓藝院同歸所 三神土地來把守 那這個就是整個教壇的那個內部 大家看左上角這個教壇內部 那跟三界壇大家會請很多地方公廟的 主要的公廟的神 這個 那請神的過程也是一個 一個歷史的回顧 然後當然是他的那個登高 這個佛教登高的術法 比較簡單 那奉行那個尾頭菩薩來作證 然後那個教堂的外觀 那個是普陀岩 三神土地 這個普陀岩上面 那個土地神跟三神 那個是韓寧院同歸所 然後這個請神的那個 三個區域的那個 最主要的這些神 除了少數幾個像北極潭之外 幾乎都是土城百合山區 最早開發的 最早建廟的神 那裡面很多那個土地公 所以請神跟宋神的過程 就是整個那個區域的那個巡禮 然後這個是請神的過程 如果是沒有神像像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 他就用請香回來代表 然後請回來要安坐 然後這個整個祭典 這是發表壇 然後上面有錶馬跟錶駕 那這是釋教發表的時候 請十方火 這釋教廣書在上書文 有上表文的情形 然後這個是請這個 安三界神 他有安六神號 然後這個刺定登高 那個樹藩 安登高神 那這個是要送那個良皇寶燦 所以要繳疊 在分別在韓寧院跟同歸所前面繳疊 然後這個要現功也有表將 那有所謂的實地菩薩 那個實地菩薩就是要送十間良皇要相對 然後要腳看要有那個所謂 那個 賺童跟童子 來幫忙傳遞賺人 這個現供刑警 然後這個要現犯 那個要五供 五供要把那個犯好丟到那個同歸所裡面 然後要放水燈 北部非常重視的放水燈 浩浩大大浩浩浩浩浩浩的好處 來放水燈 那要 然後找朝 然後敬拜三界 就是敬拜三界的情形 然後接下來就叫普渡 重點就普渡 有些看桌啊 生屯啊 那個占谷人的貢品 然後這是普渡臺 那個放夜口的那個夜口臺 然後他用那個古禮用火把來引 引那個隊伍來尋驗 然後法師尋驗 然後法師以大事然後結手運 來普師照顧拜託等等 然後詩詩漫談 漫達 漫達就是代表那個 四大步洲 把那個米放在上面來施食 然後最後面就是要化食 那傳統佛教是不讓人家搶菇啦 這個叫搶菇 那其實最簡單的搶菇是這樣 那傳統的台灣民間信仰是 可以搶菇 希望透過信眾的陽氣 來壓制那個菇粉的運氣 然後右上角就要進包子香 遭菇之後要進包廂 進到這個普羅湾裡面 然後最後面要畫紙送菇 把這個菇魂都給送走 然後最後面他們還要請平安宴 然後比較特別是台灣建教有一個修俗 就是要請壯元 請壯元就是 就是那個請乞丐 那是遊民 所以台灣有句書宴 去吃丹豆丹做酒 做酒就有飯吃 然後最後面 為了怕那個菇粉自流不去 所以要請那個鐘軌來壓菇 壓菇用鴨、用鯨、用劍 來壓解那個菇粉 回到那個他該去的地方去 最後面簡單一個結論就是說 他的文化資產意義 他是見證了百屑堡的地區的聚落開花律史 他是一個台北盆地的一個信仰指標 其次就是說 大木工的中原法會 他是百皆保人 緬懷先祖的一個祭典機會 他不是很純粹的所謂的普渡孤魂而已 第四個就是說 中原祭典 他是透過土層、百橋、中和 三個區域的輪流辦理 他是台北地區吉祖、吉桑、吉桑樹 至今能夠保持這個延續輪、分區輪流 祭世的一個祭典 跟他能夠相比併論的 大概只有 在台北分地只有 知三園 台北那個士林的知三園 也是一樣 他也是分成三個區域 然後第四個 第四點就是說 他的中原祭典 他是引起百皆保的十三庄重要公廟的神尊 年復年進行的百皆保 紀典評論 百皆平也開發了很多歷史的一個巡禮 所以他的整個那個意義 他是一個非常中和性的 所以為什麼他能夠登陸 八個目前為止 九個 九個那個新北市 重要民俗的 一個文化資產之一 最主要是這些理由 好 那今天 簡單的 就跟大家介紹 那個 簡單跟大家介紹 這個 透過這個 那個 簡單的那個介紹 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過去整個那個做田野 做田野 研究那個 這個 整個歷史 透過這個 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時間關係 也超過一些時間 來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就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有點感冒 抱歉 好 你們黃先生有沒有問題 這個教徒一直都是式教堂嗎 對 他的傳統就是一直保持到都是 應該 據我所知 在 在 戰後 因為日日時期 那個時候 他們會比較注重那個佛教 甚至有那個日本來的那個佛教僧團 來做 過去的那個老照片 他有 神聖有 請那個僧侶 來做那個法事那個 那個紀錄 但是 據我所知 戰後之後 大部分都是式教法師的人來做 做這個祭典 那那個僧侶是哪邊的僧侶 以前他好像 日日時期大部分都是比較注重 比較傾向 因為那個是 因為他們當初是有那個 那個街爪 街長 那個專長 區長 日日時期的區長來管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請那個 從日本傳來的那個 像尼基宗 像尼基夫國師那些僧侶為主 對 曹東東也是對 好 還有沒有問題 請教一下 就是你剛剛有講到一個什麼 道士罪龜毛 這我不太懂這個理由 好 是這樣啦 因為台灣的道士啊 之所以我認為說 我用龜毛的名詞 其實他是 就是他為什麼會這樣的 原因就是說 第一個 他必須要顧他的身體 他不輕易把他的 所謂的吃飯的傢伙 的工具 那些嘗試 透露給別人 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因為他 因為 基本上那個火炬道 他有那個勢力範圍 他很怕那個勢力範圍之外 或是同行之間 跟他業務競爭關係來講 來探聽他那些所謂的業務機密 所以我們以前早期 想要翻他的科技書都翻不到 後來是因為那個殺手 還有那個大躍燈兒 那個蘇海涵 跟大躍燈兒把他 兩派的那個科技書都公佈了 所以現在就比較沒有 沒有那些禁忌的 不過基本上來講 還有很多一些 眼界比較不開的那些道坛 他還是非常禁忌 禁忌這範圍 那科技書其實 都已經 已經蠻公開的 最主要是有一些 比如說 像之前 我去問一個法師 那個 台灣的一個法師 現在還在那個 新莊地章庵這幾天在 在做 兩晚法會 各位有興趣 那個禮拜天要做那個 放驗孔 很大的一個望 從兩點到大概五點六點吧 三大師宴口 他幾年久我去看他 他甚至還把那個大師 他還做開光 然後他在那個大師背後 有畫符 然後我就問他 因為那個時候我跟他不熟 請問一下法師 你在大師後面寫什麼 這是機密不能講 其實很簡單啊 還要哄三次啊 可是他就把他當作機密 所以 那道士也是這個樣子 有些時候他不會跟你講 一些公訣 一些 一些內行的一些 不過 比如說不剛踏斗 踏什麼口 我們內行就看得出來 不是 一般外行看不出來 他就不會跟你講 這個是我剛講說 他們龜毛的意思 謝謝 老師請問 我們在那個藏社沒有看 那個第一本沒有看到一些像 那是道士 但是為什麼不曉得到生那是 真的是道士 還就是說 一般連鎖 人間的那個 就不知道你們的 不是僧侶打扮的嗎 反正他就是 也穿著我們的這種牌子 袈裟 那個 那個台灣的佛教 非常非常的 非常複雜 就是說 在 1949年來 來以後的 所謂的 江浙派佛教 以 以浙江跟 跟那個 應該江浙派的 江蘇跟那個 浙江佛教 好像 像 新聞法師他們 那些系統之外的 之前台灣的佛教就非常複雜 一個來的就是 比如說像 從那個南普陀來的 從福州 那個泳田市 古山泳田市來的 這是一個系統 那另外 因為這個系統的外町 他會傳出一些所謂的 金燦生 所謂的 那個叫做 應復生 日治史長叫做應復生 這專門做金燦的 他們有 有些人不見得有授戒 可是他是做出家鄉的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 本來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他在外圍 本來就有學到那些所謂的 金燦生的這些佛式啊 這些法式的 可是他們平常不出家 然後也 也不吃素 然後他是 結婚生子的 這種我們就稱為香花和善 就是所謂 我們今天講的那個釋教 那個日治史也又稱為 所謂的長茅生 他們不見得裡光頭 所以他那個部分分成很複雜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 那個時候 我請教過釋教法師 他們把傳統的那個台灣國家 他們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空門 就是像你們出家的 叫做空門 第二個是沙門 現出家鄉的 可是又沒有吃素跟 沒有出家沒有吃素的 他們稱為沙門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金燦生 那第三個部分是他們 織門 織門就是織中的 是一個車站一個 織中的那個織 一般都是穿黑衣為主的 那叫織門就是他們 所以他們稱為了三個部分 那你看到那個部分 像在殯儀館 看到大部分 都是那個所謂的 那個沙門那個部分 所以不是暴死在 那 在釋教這個部分 這織門這個部分 民間一般也把它稱為道士 可是 那個其實不是那個 真的道士 那真的道士 真的要戴道罐的 穿道服的那個才是 剛剛他們這個 他們在做那個時候 沒有戴五福罐 戴那個罐很特別 那有什麼 他忠正是戴那個 一般來講戴大帽 或是戴那個皮膚罐 所以用紀念就戴皮膚罐 那在普通的時候 會戴上五佛罐 那跟我們那個五老罐有點像 五弟罐有點像 那這個派別又不太一樣 我剛剛看到那個派別 那個是屬於桃園派的 他們旁邊的人是戴和掌帽 和掌帽是中空的 那中部地區他是 他是戴那個 是合在一起的 那個也是合掌帽 那像台北的那個法師 台北試駕法師就不一樣 他旁邊的那個 旁邊東西 他是不戴帽子的 他只有那個忠正戴大帽 或是戴皮膚罐 所以那個差別 像中部地區 很好玩 中部地區最叫 也是試駕大本音 只要莊州人跟柯甲的地區 一定有試駕跟道士 那個道士叫紅頭的 不是像南部那個 有做上次那個黑頭 他們是專門做紅的 所以那個叫做紅頭跟黑頭 一個試駕是黑頭 那個道叫做紅頭 那像我們中部地區 李美龍老師就很清楚的講 道士 他們俗話叫嘎嘎 因為頭上那個 那個罐人叫嘎嘎 然後呢 那個法師 那個試駕法師 戴那個 那個聲帽 和長帽 那個叫波頭 跟那個斧 一個斧頭一樣 那個很好玩 所以那個 這個生態 如果要講生態 那個 那個 傳統那個試駕跟道士的生態 那大家要上 要講兩三個小時 講不完 好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非常感謝 謝謝 那個 我那個PV 留在 留在 瑟老師那邊 有興趣啊 大家可以 過去看因為裡面有些圖片 好 那我們就來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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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